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那个 taxi stand跟 bus stop很靠近 而且那个 grab也是很靠近 所以每次会阻塞 很多人都搭 grab 而且那个德士 不会说很多人会搭德士 所以变成它的车会排场 高峰时期每次都是一大堆的车 又有 taxi 有车 又有下课 再课 所以这边会有一点阻塞 最大问题的这个地方好像比较小一点 是很危险 因为如果它不搭在前面的话 它搭在中间 我们要走出中间那个马路那边搭车 据观察 石龙岗中心的这个德士站 每次只能让三辆德士等候 有时搭德士的人不多 德士就会排起长长的车笼 挡住一条车道 阻碍巴士近站 前线设置队一个星期后回到同个路段发现 在德士站等德士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但是德士车笼不浅 受访的德士司机大多表示 碰到这种情况 他们也要随机应变 如果可以 走动的我就排了 不走动我就不排了 德士比较难转 为什么比较难转呢 因为有grab这些了嘛 所以 所以那个大客比较少了嘛 所以有tax system我就去排了 我不会排的 你排这么长来讲啊 你做一张沙漫来讲啊就没花了 大客是有的 不过他们前面的车没有走 我们就不敢去blog住他 有时候不敢就走出来 走了看啊 如果有机会停 我们就停下去排队这样 陆路交通管理局翻译人说 德士站都有告示牌 清楚显示有几辆德士可以排队等候 违规的德士司机可能面对处分 德士站的空德士无人问津 一些私照车又把载客点停满 私照车司机王健杰开了近二十年的车子 也时常会经过石龙岗中心的路段 他说那里的载客点太小 对他也造成压力 这是三个格 交换两个格 这没办法 要接不可能产出那么大的地方给你去交换 交出车的是太多了 等大客咯 大客叫的车还没出来 要不然就等他还钱找钱 其实cash的旅程我还是有时cancel 我不喜欢 因为有时要找钱还钱 已经浪费了那个时间 除了石龙岗中心 前线也在其他商场观察到拥挤的现象 比如玉郎东这家商场的德士站和载客点 车子得在狭窄的空间里缓慢行驶 乌捷路索美色这家商场 德士站和载客点是从一个入口处分隔出来的 到了晚上 德士车龙占据了一条车道 许多撕照车得慢慢转入载客点 如果车子等得太久 交通就会变得拥挤 然而一些地铁站如义顺附近的卡迪地铁站 德士站和载客点各占一方 中间是隔开来的 那里的交通相当顺畅 红山地铁站也设置了小岛 把载客点德士站和道路隔开 减少对交通的干扰 学者认为Nix购物商场外的空间狭小 巴士站 德士站和载客点的距离较近 交通秩序难免混乱 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地疏导交通 可能要重新规划 甚至采取分流的方法 也就是说巴士它是继续地行驶在 它应该行驶的道路上 那么无论是德士或者是司招车 透过分流它可以进入到 它属于它的道路空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金文泰的购物商场 它就有一个设计 它是把德士以及司招车的 上下客的地点 它是放在他们本身购物商场的地下层 与巴士的车流很有效地把它区分开来 要看它实际的空间的这个条件 以及它当地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车流混合的这个情况 来做一个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案的设计 陆路交通管理局说 他们会根据几个因素来决定在哪里设置德士站和载客点 比如对巴士运作的影响 乘客流量 交通情况和可动用的空间 此外 为了改善交通秩序 并且让德士站和载客点更安全 当局也可以采取额外的措施 如加强告示牌和路标来清楚划分区域 安装告示牌 禁止随处停车等候 并且实行优先让巴士通行的黄格等 陆交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底 本地共有四万五千多辆私照车 比德士多出一倍 在马路上 德士和私照车互占车位的情况并不海贱 私照车有时因为载客点被占据 而停在德士站让乘客上车 一些德士也会利用载客点让乘客下车 本地目前有两百六十多个德士站 学者认为一些德士站的使用率不高 不妨考虑把德士站和载客点合二为一 私照车的使用率的普及 但是受限于法规 私照车是无法使用德士站 来进行它的载客以及下客的行为 我认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就是让德士以及私照车 它共同地来使用目前已经存在的德士站 我想至少在短期之内 应该会对于舒缓车流压力 我这边指的是 在购物商场办公地点附近的车流压力 会有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私照车司机王健杰也建议乘客 尽量用无限金支付来缩短下车时间 此外也提早到载客点等候 如果客人叫车还不出来 我们不可能在那边 只能慢慢留一下 看你还出来的 快点出来 就是这样子 变成我的速度已经慢了 随着人们对私照车的需求增加 人多车多的现象也会加剧 尽早规划好德士站和载客点 或许才是上策 前线追踪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全新的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